一会儿该怎么说 不用我叫你吧 阿成 你们怎么来了 哥 咱妈生病了 需要十万块钱手术费 我实在没办法了才来找你 你弟媳妇刚生完孩子 你弟手里是一分钱都没了 那可不行 我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凭什么给她看病啊 哥 你听我嫂子说这话 这可是咱亲妈呀 妈这两天想你们 想得都睡不着觉 也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 认我这个妈 行了行了 别再卖惨 您的病我们真的管不了 哥 嫂子 长兄如父 长嫂如母 你们 伯伯说得没错 你们打哪儿来了回哪儿去吧 儿子 你真不要妈了吗 妈 到底谁不要谁你都忘了吧 走吧 走吧 妈 这弟弟娶媳妇怎么能用我的房子呢 你们的房子谁能证明啊 这房子上白纸黑字写的是我的名字 我想给谁就给谁 妈 这房子可是我一分钱一分钱挣出来的呀 当初您哭着喊着骂我 是我娶的媳妇忘了您啊 非要逼着我写上您的名字 您都忘了吧 你说破天气谁信啊 妈 您心怎么就这么狠啊 您就算不心弄我就算了 您心想一下您的亲孙子行不行 这伯伯刚出院子没多久 您赶我们出来让我们去哪儿啊 我可管不了 这儿子我都管不了 纳不上孙子啊 起 哎 滚 妈 就这样 妈 小弟 你们怎么来了 哟 泡着脚呢 都这样了还想走呢 赶紧擦擦脚吧 我们今天就是来找你们算账 这 你们走了之后 妈的金箱链就丢了 怕不是你们偷偷藏钥匙回去偷了吧 妈 我们真没拿捏项链 阿成在工地打工摔弹了腿 他连地都下不了 怎么能去拿捏项链呢 这不是你的腿俩好好的吗 别给他们废话 这都去不到吃咸菜了 那手能干净到哪儿去 给我搜 嫂子 这东西该不会在你身上吧 妈 我搜的不合适 你来搜搜 你躲什么呀 这口袋里鼓鼓唠唠撞的是什么 这金样链找不到就算了 就当妈卖给你了 这钱我拿走了 妈 这钱您不能拿走 这是阿成的救命钱 就这点小伤 有那么严重吗 得得得 这零钱给你了 走 孟茹 妈 妈 都怪我不喝 我就是一个废人 我 阿成 我们现在说的苦女国记住了 总有一天一定要活个人样出来 你说的这些 妈都有苦衷的 当中你弟弟着急结婚 我们实在也拿不出房子和钱 逼不得已才这样的呀 妈 弟弟是您亲生的 阿成就是您捡来的不照 阿成啊 你就原谅妈吧 妈就这一个脑袋一双手 这手心手背可都是肉啊 老花不都说了吗 这一碗水是端不平的 你们都是妈的孩子 妈都心疼呀 妈 别演戏了 现在您生病了 没人管了 就想起来我们也是您的孩子了 可从您把我们赶出家门 从您不过我们死活 拿走我们救命前时 我们的心对您就凉透了 是 老花都说一碗水是端不平的 但是端碗的手如果太倾斜的话 水洒下来 伤到的还是自己吧 您的身体我们管不了 要找谁找谁去吧